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甚至是有很多反对的一些声浪在那边 你觉得其实到底大家经历了些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反对的声音 可能比较吸引大家的眼睛或者是耳朵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这个一带一路参与以来 其实五年的时间 其实国家一直都是在参与 是带着一种包容性 大家一起参与的 这个并不是只是在中国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事情 其实从一些数据来讲 也看得到了 已经超过有一百个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 已经在参加一个一带一路 跟中国也签订了一些合作的一个框架 或者是一些合同 所以在这个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甚至于有一些国家 不是在一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为什么我没有进来的 为什么中国不包容我 其实在中国其实现在一直在说 所有第三方国家他们都很欢迎 所以这个事情是大家一起去做 真正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概念 中国也是希望把这个理念 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国家里面推进进去 帮助一些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国家 在这个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全世界经济的一个 一个可以增长点 所以这个也是汇集全球的一个参与 而且从一带一路的国家的 从中国走出去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 比方说我们从2018年第三季度的 截止第三季度的一个数据来看 我们讲非金融类的投资 其实它已经在 它的增长率其实达到12.3% 其实比总体的 在截止第三季度的 总体在中国走出去投资的 它总体只是增长5% 所以你看到一带一路的 国家的投资的增长 其实确实比较快的 所以这个也是将来的一些 可能有增长的一个区域 那就是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一带一路它的一个整体的增长 甚至是比中国整体一个 走出去的它的一个增长 其实还要快 还要来得更快 或者是没有说我们这个 因为最近的一些 所谓污名化的一些事情 令到这个事情得到一些阻碍 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看到 您刚刚说到 有很多国家签了合约 但是也有部分的声音是看到 有些国家说 我们退出这个签约 或者是这个合约 我们要重新再审视 甚至呢 还有一些新闻在那边讲说 我们注意到 因为我们因为 要这样的一个基建项目 那我们要付出更多的一个代价 我们也可能是要有 借更多的款项在那边 那有没有可能 令到我们国家 有一点那种 入不敷出的这种状态呢 所以其实现在开始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新闻出来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看 其实所有的投资都不一定是没有选丝的 没有说是稳赚的 不一定是一定稳赚的 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有可能有一些项目呢 确实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但是未必一定是选丝的 包括最近可能马来西亚的一些合同 也把有两个比较大的合同取消了 但是其实这个也并没有影响到 中国跟马来西亚的一个关系 其实从政府来讲 也是希望将来的经济上的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 但是当然马来西亚政府 有自己的考量了 但是具体是不是 真正是一个选丝 可能要企业本身已经知道 但是在媒体报道也已经说了 可能中国也收了很大部分的一个钱 不一定是一个选丝 但是大家其实要理解 其实就算有这些商务 可能是整个占比来讲 可能也是一个单位数字的一个占比 在过去几年来讲 但是可能吸引大家的一个注意力 就注意在这些事情上面 但是确实在这个项目里面 其实最大的风险 只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因为很多国家可能在一个 新疆的一个政府 一个政策可能跟过去一个政府 可能不一样 换一个总统 对不对 人家马来西亚整个政策就会转向 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马上就转向了 所以从中国走出去 其实一个很大的一点 这是要看清楚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 在中国公司必须要考量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中国公司走出去 投资的一些国家 如果他们的一个国家 这个政府比较稳定 政策也一定比较稳定 这个当然是对整体中国去去那些国家 投资比较有利的 但现在如果你要一个非常稳定的 那有可能是要往一些发达国家走 而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那边再去发展 会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也不一定 其实我们看到一带一路 有六十四五国家 包括中国只有六十五个国家 这六十五个国家里面 其实占比来讲 全球的GDP 其实占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但是人口是占全球的三分之二 对 还有中国在 对 所以这个空间是很大 大家所以为什么是共建 共享的一个原则 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把整个区域 能够经济能够带动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 有很多的新兴国家 其实也是需要中国的一个技术 或者是因为中国其实也有过剩的产能 包括铁路的一些产能 包括一些建造业的一些产能 所以这些正好这些国家需要发展 他需要把那个地域 能够带起那个经济的话 肯定很多时候就有一些基建的项目 所以大家其中一个五通一样 就是谢斯的一个互联互通的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多时候 大家的矫重力都会放在一些基建项目方面 确实是你基建项目一起来的话 那你的那个贸易也会带动起来 就是路要通 对 路要通 然后才能有商业的机遇 就会更多 然后就业机会也会更好 各样的 当地的经济也会带起来 那先也是要必须要承认的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开始 不管是说用污名化 或者是现在开始有一些 所谓的downside 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 其中应该也跟所谓的中美贸易的一些争端 多多少少要联系起来 因为市场上面现在虽然是有大家还是觉得说 哎呀我们互相之间不是只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事情吗 其实也没有 因为美国有他的小伙伴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也会在亚太地区其实做出更多的一个部署在 甚至他自己去同不同国家去签订的一些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一些贸易协定 其实某些人会觉得说他在做一些做法是在孤立中国 那如果假设美国那边有更多的这些 让大家觉得是在孤立中国的一些政策出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对于一带一路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带一路也不能强迫的 也不能所有的国家都一定能够参与 有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考量 每个国家可能的考虑都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本身觉得在这个中美贸易 其实对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信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现在就算想投 暂时也不敢投 都想看清楚这个形势是怎么样才去走 走出去那个步伐肯定的了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中长远的一个步伐来的 并不是一个三两年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长远的一个策略吧 但是所以在短期内呢 其实大家都会在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 所以有一些国家可能未必一定 虽然美国 大家感觉好像不受欢迎 但是我们自己内部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一些中期的一个调查 其实大家对美国这个市场还是蛮有兴趣 希望在那边去能够去做一些收购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只要这个行业不是限制到一些非常敏感的一个国家安全 或者是一个很敏感的行业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间 可能未必有以前有那么多 2016年就很火了 其实就是2016年也是也有一点过热了 其实现在比较回归理性的话 实时在对整体长远来讲也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你刚刚说到随便买的那个形象 就一下子大家就例领 不光是我们在那些海淘或者是代扣的那种画面 而且那个画面是更多的是很多的企业 不管是央企 甚至是非常大型的一些民企 真的是全面的一个收购 把人家最贵的楼给买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么多的整个的一个产业买下来 但是这个画面 为什么总是给别人带来一些 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感受呢 先讲一下 所以讲一下这是2016年 很火的那个阶段 所以后来国家就出了很多政策 必须要你自己本业 这不希望你不去投一些 你不知道的事情 不认识的一个行业 必须要是你的主业 而且它对于房地产 买一些足球会 或者是对于一些 我们叫娱乐性级的一些行业 它会有一些限级 其实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 是希望在它的价值链上能够有提升 想在一些实质经济上有帮助的一些行业去收购 所以这些如果房地产 比方说你用很高价买了 然后后来一下一个那个价格掉了 掉了30% 你也控制不了 然后是内保外带的一个情况 最后买单的是中国的银行 或者是中国政府买单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措施或者出台 但是这些都是好的事情 因为它不希望有一个不理性的投资在海外 所以现在就虽然有一些条例出来 但是希望将来的那个投资是更趋一个理性化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这样说 现在你感觉是一个理性 还是一个有点又收的有点更多了 我看到最近有很多的报道 很多企业你问它 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扩张的一些想法 其实很多企业都说没有 我们可能看更多的在国内的一些项目或怎么样 就是其实真的是说的也蛮厉害的 唯一你看到比较算是有点 还在那个步伐没有停滞的 是一些渴望的企业 可能还是在不停的在证明 所以就其实是这个整个的一个态势也已经是扭转回来 其实我刚才讲了 第三季度截止第三季度 这些数据还是非常火的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火 总体都要增加了5% 但是未来最后一个季度 我觉得大家刚才也提到 可能会有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 我们最近自己内部做这个调查 我们还没发布了 将来可能会发布 未来可能一两个月就会发布 其实很多企业都是希望继续走出去的 在中美贸易战那个事情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讲到中美贸易战 根本就跟投资未必有一个很大的关联 所以刚才说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问题 大家如果中美贸易战可能对企业 都有带来一定的压力 我如果有钱都会放在口袋里 暂时不会花我的钱 可能要等清楚 大家再看 所以我自己觉得短期一定有一定影响 但是长远 我自己觉得还是走出去 是一个中国需要增长 企业需要增长的其中一个方向 阿勇有没有在这方面的统计 比如说中美贸易战 所谓开打以来好了 我们在这方面 一带一路有没有说丢了多少项目 然后大概的它的一个额度会是怎么样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而且这个可能调查起来也是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暂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数据 那其实我们对于现在的一带一路 你觉得说还如果有些争议的点 或者让人家觉得说有些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一些位置 大概是一些什么东西为主 刚才其实我讲了 就是不能讲那个负面 或者也是讲风险吧 当中国公司走出去 第一个其实最大的风险 是对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所以国家的政策能不能延续 这个是很重要 不然一转一个政策的时候 可能你本来一个项目是能够 对安稳的地也给你的 然后后来又有很多麻烦的事情会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行业 其实你走进去一个行业 你不能用中国的那套套进去的 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行规 所以必须要有我们这样的中介机构 需要帮助他们在当地在开展的时候 给他一些积蓄 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很重要一点 不一定不要能够套中国的一套套进去 而且必须要跟当地有很好的沟通 不论是政府 还有当地的一些可能合作伙伴 或者是一些客户也好 或者是供应商也好 有很好的一个沟通 其实另外一点 公司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己的一个风险的评估 包括一些财务的一些方案也必须要去做 比方说一些利率的风险 汇率的一些风险 融资的一些风险 能不能够有持续的一个 如果你是要融资的话 也没有持续的那个信贷 可以把你的项目一直可以去执行下去 所以这些公司是要做很多的不同的考量 所以为什么政府的政策来讲 尤其是在国企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不小的一个政策 就是希望有一个责任制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中企的老总需要负责 不是说你几年以后掉了一个岗位 就这件事情可以脱关系了是吧 所以这个来讲对于一些老总来讲 就要看清楚了 但是你回想这个是一个好事 好过于一个盲目的走出去 我为了走出去要走出去 我的钱很容易从银行里面贷款 我就走出去 大家都会比较审慎一点 小心一点 看清楚这个市场才出手 所以这样的情况 可能这个歧视性 将来那个增长的歧视性 可能会更好 你刚刚说到的不论是滴滴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接下来 要在文化沟通上面 要进一步的去更多的磨合 或者是考察 甚至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需要你们来给到一个 非常综合性的一个 这样的一些建议在 这一点我其实很有兴趣 不过我们可能要留在下一期再聊 好啊 可以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